听法主耶稣一天的废墓 空大大呢 在他拜定在四字架 三天后他复活了 他活着 他要进入你的三明 耶稣说过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谁让死了 他仍然活着 一手复活到现在 已经将近两千年 而他今天依然活着 他跟全世界 最为道一最恰当的印象 冲骨倒进 多少傲慢的战志胶 不过是冲冲骨的骨骼 多少秀则 则秀胶 苦秀胶 和圣秀胶 亦是风光一世 但是 一手今天依然活着 他是自由人类以来 最特别的人 他的大神是独特 神经说 他是同利玛利亚神 他的一神是独特 他的生活特地是超自然 在他神神的神大中 没有发过罪 他所做出的 神经必然会然做出的 都未到 他所创造的道 是独特呢 对于那些记者 他做救助和生命救助的一起人 他都给予爱 严量 并支出新的生活 他那道 所创造的地方 都产生了新的生活 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活目的 他在四十字脚上的死 一世极其独特呢 那些年一切 通知一掌的沙地 派他那杜山之一手 来为切然年的罪 牺牲自己 他为你而死 他那附和 积极其独特 他那死了三天之后 发生了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事情 耶稣从死里附和了 他那大山 他的一山 他的死 和他的父和 都证明耶稣 就是他所制裁的那一位 是沙地的儿子 切然论的救助 只为耶稣基督 今天依然活着 他希望进入你的三明 赦免你的罪 并且给你力量 可过丰富的三火 好好地听他那话吧 发劳苦负重大的人 可以来我知道 我就是你们得到阿喜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如果不靠得我 没有人来到父亲了 就看 赛兴说 因为私人都发了罪 亏欠了撒金的荣耀 赛兴还说 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 只有沙地的恩赐 通过主基督耶稣 才是永生 耶稣的死 为你们的罪 付出了本惩放的代价 现在他准备进入你的三明 听啊 我咋在门外靠门 对人来听见我的声音就打开门 我就要进到他那里看 要打算记上他的爱和言量 并且得到永生 你就必须相信他是上帝 他为你们的罪 作出牺牲 并且以信心 请他进入到你的三明 如果只是你们略行的夜晚 你就做一次信心的祷告 那么一手就会进入你的三明 下面是我们建议的一个祷告 我先说一遍 主耶稣 我希望你 感谢你为了我的罪 死在四字架上 我打开我的三明之脉 应激你做我的救助 和三明的祖 请驾驭我的三明 使我成为你所信任的人 阿们 如果这个祷告 表达你的内心的言万 请你就在夜地做这个祷告 我一记一记的脸 请你慢慢地 盖住我祷告 主耶稣 我需要你 感谢你为了我的罪 死在四字架上 我打开我的三明之脉 我打开我的三明之脉 应激你做我的救助 和三明的祖 请管理我的三明 使我成为你所信任的人 阿们 你现在 既然做了这个新鲜的祷告 邀请耶稣基督 进入你的三明 那么 你可以相信 耶稣已进入了你的三明 因为他答应过 只要你有请求 他就会这样做 你可以相信 你那罪一败赦免 你才会杀定的恶力 你已经得到了永生 你如果想亲三经里 以受当一个丰富 而充实的三明 那么就请你满天 用祷告来 和他说话 通过度三经的了解他 为了你的三明 所定的奇妙的计划 可会将那些爱他 改成他的人 最好永远记住 他那奇妙的计划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 或丢下你们 我以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